大家好,我是顾言慕禅 日本人对我们很不服气 在本届巴黎奥运会的乒乓球赛场上完备给中国队之后 日本媒体开始在日本最大的门户网站 日本雅虎上公开带我们的节奏 怎么带的? 看他们写的这个文章标题就知道了 重演的奥运会乒乓球排除论 原中国人嚣张罚户,腐败逍遥法外 金牌垄断的异常情况 这篇奇文里头有几个段落写的特别具有魔幻现实色彩 我在这里必须要贴出来给大家伙看看 由于这种扭曲的现实 乒乓球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的说法不绝于耳 事实上,据说国际奥委会甚至已经考虑 要将乒乓球列为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的项目 哦,是吗? 谁说要把乒乓球排除出奥运会了? 让他站出来和我们中国人说话 谁呀?出来让我们好好瞧瞧 只不出姓名来 你们日本媒体就搁这儿据说啊 据谁说啊?你们日本人自己吗? 说到歪曲事实 许多国家都有前中国人代表本国参加奥运会 这种情况也很不正常 比方说现年61岁的卢森堡女拼代表倪夏莲 她是本届奥运会上的风云女巫 但她实际上却是一名前中国共赢 除了她之外 其他与日本比赛的欧洲代表队 比如德国队和法国队之中 也有来自中国的选手 而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的奖牌获得者 他们实际上也是中国人 怎么着 眼红我们你阿姨啊 那你们日本也可以对外输出你们的乒乓球人才 我们又没有拦着你们 输出不了 怪我咯 那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菜就多练 输不起就别玩 在之前的李约奥运会上 共有172名乒乓球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除了中国代表队外 另外还有38名选手是出生在中国的原中国人 在中国这个乒乓球王国 入选国家队的难度极大 在很多情况下 未能进入国家队的球员 或已过巅峰期的前顶尖球员 会选择去往其他国家代表其他队伍参加比赛啊 啊 对对对 太对了 哥 你比如说像什么小山智利啊 张本志和啊 如果按照日本人的标准来划分 这些不都是原中国人吗 怎么着 你们日本媒体在言语我们的时候 就把倪夏莲阿姨拉出来当集火对象 一说到规划 就不提小山智利和张本志和他们了 是吧 真不愧是你们啊 日本人 除了原中国人之外 现在的世界拼壇上还有一个大问题 在过去 日本南拼头号种子 水谷损 曾经提出过非法胶皮的问题 并以此为由敌制国际比赛 按照水谷的说法 现在拼壇上有一种被称为辅助剂的油脂成分 涂抹在胶皮上 可以提高球的悬速和球速 制造商在制造胶皮的过程中添加了这种成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效果会逐渐消失 因此乒乓球员们普遍会在赛前使用这种胶皮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果 这种做法被称为胶皮兴奋剂 这种做法违反了相关的国际规则 如果这种做法是被允许的话 那么限制球拍性能的审批制度本身就失去了意义 然而在比赛中这种情况却十分普遍 大家往往很难发现辅助剂到底是运动员用的呢 还是制造商用的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辅助剂往往会被放任自留 日本运动员不喜欢作弊 瞧黑板重点来了 日本人前面包了那么多饺子 为的就是这一碟子醋 日本运动员不喜欢作弊 日本人普遍遵守规则 但使用橡胶兴奋剂已成为其他国家运动员的常态 因为不遵守规则就不会受到惩罚是国际标准 水谷的抵制最终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呢 原来是在比约奥运会上被马龙打的妈都不认识了 终其一生都未能在公开比赛中赢过马龙一场的 绰号水鸟的日本球手水谷笋啊 怎么着你的笋是都被马龙给夺完了 不服气所以退役了 还不忘在日本媒体上写小作文吗 日本男拼的一哥就这点眼界和格局啊 那我只能说你们活该被我们中国男拼嗑到死了 当年马龙是怎么在里约虐的水谷笋 现在樊振东就怎么在巴黎虐张本之和 就算是到了下届洛杉矶奥运会 哪怕是在敌人的主场作战 但凡只要我们中国乒乓球队面对的对手是日本球员 那我们就算是拼尽全力也要把你们斩落马下 乒乓球是否会被排除出奥运会 你们日本人说了不算你们没有资格就这么大的话题发表观点 你们只要乖乖在赛场上被我们球手按着当默仁庄打就可以了